大家好,市場是繼續不上不下的款式 恆生指數今天跌多300點 成交不算大,1400億左右 幸好大家關心的ATM不算跌很多 不是領跌的 內房那些跌當然是厲害 但我覺得整個指數來說 仍然在24500、26500的位置上上下下 25500的位置在中間相對比較尷尬 今晚一定要留意美國的通脹數字 一般估計都會高,在4%上 不知道鮑威爾怎樣解話 因為幾個月前說美國的通脹短期 但現在去到九月通脹還是高 我不知道他怎樣解釋 當然這件事,如果通脹出來之後 會不會令市場覺得縮表 或者加息時間表又再退後 那就另作別論了 反而來說,要留意美國高通脹之下 對於資源價格的影響 尤其是油價和金價 當然如果你說通脹高是利好金價 也是某程度上利好油價 但華爾街那邊 兩邊做怎樣解讀通脹數字 其實很難估計 因為理論上就是通脹高了這兩樣東西都會升 但華爾街可能和你的解讀就是通脹高了 就要按通脹下來 最有效的通脹下來是油價 所以油價可能會跌回頭也不定 不要以為高通脹油價就要升 所以我想華爾街那方面都開始 有一點點左搖右擺 尤其是縮表和加息的時間表 一拖再拖的話 大家確實都開始擔心 美國的經濟成不承受 得住這個 現在爆威爾那些 無寧兩可的貨幣政策 所以我想 港股可能會靜一點 反而要留意美股的情況 甚至乎是油價的情況